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oro市警方逮捕的男子亚当豪周日在拘留中死亡 他涉嫌杀害母亲 并在自家草坪上焚烧母亲的尸体 据NBC10报道 豪在牢房里发生紧急医疗事故后 被送往New Bedford圣母克医院 在那里他被宣布死亡 官员们说 他们还没有确定死亡原因 出于对这个家庭的尊重 我们没有更多的评论或细节 警长办公室的一名发言人在周日晚上的一份声明中说 这个周末 这家人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请为他们祈祷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称 总部位于密西根州本顿港的老欧洲奶酪公司 正在自愿召回其布里奶酪和卡芒贝尔奶酪 因为可能爆发里斯特军疫情 FDA说 受影响的奶酪在美国和墨西哥的十几个主要零售商有售 召回产品包含2022年12月14号的最佳购买日期 并在2022年8月1号至9月28号期间销售 周一 瑞典科学家斯万特·帕博 因基在人类进化方面的发展 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 该发现对我们的免疫系统 以及我们与已经灭绝的仅情相比的独特之处 提供了关键的见解 帕博率先开发了新技术 使研究人员能够比较现代人和其他古人类的基因族 虽然安妮德特人的骨骼在19世纪中期首次被发现 但只有解开他们的DNA 科学家们才能完全理解物种之间的联系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娜·韦德尔说 这包括现代人和安妮德特人作为一种物种分化的时间 确定在大约80万年前 这种古人类之间的基因转移影响了现代人的免疫系统 对感染如新冠病毒的反应 非洲以外大约1%到2%的人拥有安妮德特人的基因 67岁的帕博在德国莫尼黑大学和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完成了获奖研究 帕博是1982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主孙伯格斯特伦的儿子 医学奖拉开了为期一周的诺贝尔奖公布的序幕 周二继续颁发物理学奖 周三颁发化学奖 周四颁发文学奖 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将于本周五揭晓 经济学奖将于10月10号揭晓 新英格兰的南瓜越来越大了 周五来自该地区的葫芦种植者在托普斯菲尔德博览会上会面 为了争夺第38届全新英格兰巨型南瓜称重大赛的第一名 他们带来了他们最大最重的南瓜 其中一个南瓜打破了该比赛的历史记录 来自廷斯伯勒的杰米·格雷厄姆带来的南瓜重达2480磅 据博览会发言人戴夫·汤普森称 这一数字打破了此前由康涅狄格州阿宾顿的 亚历克斯·诺埃尔在2019年创下的2294.5磅的记录 情况似乎一年比一年好 汤普森说 10月1号晚 由大波士顿乔学界联合会主办 中美文化协会 大波士顿和平统一促进会协办的波士顿地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 国庆晚会在波士顿中国城隆重举行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吴小明 波士顿市议长爱德华费联 马州众议员陈德基 大波士顿乔学界联合会代表梁天光 波士顿华人前进会代表李素颖 大波士顿和平统一促进会代表胡运照 以及留学生代表方淑田等加编致词 来自波士顿地区桥界逾500人出席 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